全世界只有兩個國家要跟團去 一個是北丹 另一個就是北韓 要親身進去這個神秘的角度 原來不難 只要你不是南韓人 日本人、美國人和記者 申請簽證可以說是沒有難度 接著就要接受入北韓的第一關 海關 有關領導人和政治書 USB、Hot Disk、G Park One 航拍機、色情看物和影片 是絕對不可以帶 輕則沒收、重則罰錢 還可能被問話 至於大家最關心的手提電話、電腦 其實是完全沒問題 甚麼牌子、甚麼型號都可以 不過入境時會檢查 主要看有沒有領導人的改圖 進去拍照拍片 當然也不可以隨隨片片 軍人、破舊地方、近距離拍北韓人 絕對不行 而有領導人的雕像就要拍全身 以及不能放奇怪的姿勢 只要遵守以上規矩 應該都可以安全進入北韓 我們在機場上拿了一個偶套袋 因為上面寫著高麗航空 我們拿了一個偶套袋 在機場拍了一個標誌 當時有導遊在旁邊看著拍攝 他們看到這個偶套袋出現 就很緊張 之後他們跟他們說 這個幕後不要出家了 我想嘔吐袋主要是 北韓對於好的事和不好的事 分得比較意願和簡單 例如嘔吐是不好的 或是街上的地下水灯一定是不好的 這些對於我們的社會不一定是不好的 香港可能如果把偶套袋設計得很漂亮 其實可能是一件好事 但大家的定義很不同 北韓就覺得美學是很意願的 不好的就真的有一種不好的定義 偶套袋等 他們本身覺得是不好的東西 再用來拍攝 他們就會不太想看到 現在首先跟大家參加 朝鮮第一個離地行程 乘搭的士 待會我們安排了拍攝乘搭的士 但有一點要注意的 中間會有今天成港場 那段時間我們可以拍攝的 今天成港場會有兩個領導人的照片 攝影機拍攝 有機會會剪掉領導人 因為這裡有規矩 如果領導人的照片要拍攝 就算是全部 所以我想安全計 就是駛的士走過的那段時間 我們便會停機 而且的士本身對很少量的遊客 或外國人開放 如果拍攝應該是第一次 所以盡量交流 就是你和導遊 這樣就不要騷擾司機 可以問他平時是否 你自己也會坐的士嗎 可以… 這幾年會越來越普遍 可以問收費嗎 應該不行 你可以問他平時是否經常答案 其實我們自己弄團 還沒試過坐的士 所以這次真的是第一次 《堅尼地》 星期一晚10時半 ViuTV 《堅尼地》 升降火 遙伴 你 一壹 你